確診者 事實上真的需要去住院 大概只有20%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有些旅館是 專門在收容 它快篩出來是陽性 PCR是陽性 先放在那裡觀察 因為如果把這些 沒有症狀輕症的病人 全部放在醫院的話 會把醫院搞垮 我們把它叫做 加強版防疫穿折旅館 坦白地講 它就是我們台灣版的防傷醫院 我們現在這種防疫旅館 雖然有6800多間 我們現在給它分成三級 第一種叫一般防疫旅館 就是跟過去一樣 就從國外進來 先在那裡停留14天 有症狀就給它撈出來 沒有症狀才讓它進入我們台灣社會 另外有些防疫旅館 它是專門在這個 收居家隔離的病人 比方說有確診者 我們就要框第一圈的 要設定居家隔離 坦白講在台北市不見得有辦法做到一人一戶 所以目前這些人 我們就可以給它有專責的防疫旅館轉成 專門收居家隔離的防疫旅館 當然還有一個更 所以最近因應需要 因為我們之前講過 確診者 事實上真的需要去住院的 大概只有20% 也就是說80%的病人 只要有個地方 可以這樣嚴密的監視 讓他確定過了10天也沒有問題 其實這些人再做個PCR檢查 如果他都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他可以重新回到社會 因為事實上 這個病毒你知道 除了某些變種病毒也比較強 大部分的 新冠肺炎的感染 這些人只要撐個10天 那也沒有什麼 他就很輕微 也許喉嚨痛 流鼻水這樣 那就過去了 他在檢查 病毒也沒有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有些旅館是 專門在收容 他快篩出來是陽性 PCR是陽性 先放在那裡觀察 因為如果把這些 沒有症 症狀 輕症的病人 全部放在醫院的話 會把醫院搞垮 所以我們現在 這個防疫旅館有一種叫 防疫專責旅館 或者叫做集中檢疫所 就是說 我們把它叫做 加強版 防疫專責旅館 有些奧口 其實就是集中檢疫所 就是說 他是確診者 但是症狀不明確 我們給他擺在一個有醫護人員監視的地方 看著 那麼 現在我們已經有4家轉成 現在有351個房間 其實我們也陸陸續續 把一些 比較大型的 防疫旅館 要轉成這種 加強版防疫專責旅館 坦白地講 他就是我們台灣版的 方艙醫院 OK 那因為這些 這種防疫旅館 需要 一些設備 還有需要 醫護人員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 前幾天有 招募說 醫護人員主要就是要用在這個地方 那麼簡單的講就是說 就好像醫院 地區醫院 區醫院 醫學中心 我們現在防疫旅館也分三級 一般防疫旅館 然後 收容居家隔離的防疫旅館 還有這種 最高等的加強版 防疫專責旅館 大概就是 我們希望說 把這些人 這些確認者 有個地方收容 也防止他們在社區傳染其他人 三立新聞網 台灣前三大新聞網站 影片累積 觀看數超過30億 九四藥客宿 2020台美四次大選 蟬聯發燒影片 第一名 人生驚嘆號 台灣最溫暖 正能量的人生故事 都在這裡 訂閱三立新聞網 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 開啟小鈴鐺 國內外大小事 下載三立新聞網 App即時新聞 不露階